男性观众要特别的注意 不管你是当过兵还是在等当兵都要小心 因为你可能像台北 我们下面要看到的这位先生一样 当完兵之后呢 竟然发现失去传宗接待的能力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初的体检报告 没有检查出问题 让他遗憾终身 您来投诉中天新闻来处理 邱先生投诉 体检时有错误 害他当兵 当到之后 医院的泌尿科主任检查我的精液解析 也是一样 无精神存在 零 他只会答一句话 中华民国政府怎么会把你抄成这样 邱先生指控体检报告有问题 因为入前发生车祸 袭击车和砂石车对撞 造成脑血肿 引起右脚行动不变 右手拇指神经受损 严重影响握力 最严重的是 制造精虫的睾丸 爽爽受伤 但体检报告却止血右侧萎缩 入前医生还因此动刀 但休息不到90天 还是被迫去当兵 导致右睾丸发炎 引发左睾丸坏坏死 不止下体 连手臂严重受损 也没被检查出来 入五前入五后都一样 神经总医院都写 我的右手拇指神经全损 老神经损伤 我里面还有钢板跟钢钉 原本有钢钉固定 莫力不足的手臂 经过检查 却在军方体检报告中 神隐消失 还判定功能正常 跟那个检查报告有出入 这个就是说还要经过 大概就是说他已经有在向内政部提出一个数验嘛 那么就有相关的内政部再来做一个深入的一个调查 当兵当到绝后 负责提检的专化县政府表示 当时邱先生搞完开刀后 没有提出还兵修养一年的申请 究竟绝后是个人问题 还是报告错误 内政部将会进一步调查